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民进党中央中职会正式通过他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 之后他开了个记者会 他阐述了他作为这一次第二次作为总统候选人 他的主张诉求 那整个民进党的气势 这个看起来是非常这个斗志旺盛的 那等一下我们来谈这一段 然后今天早上 这个台北市政府啊 这个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呢是属于政治社会性的 也就是大巨蛋安全检查记者会 那这一个记者会是万众主目 是因为这一个安全检查经历了一个多月 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委托了海外 特别是日本的专家 然后透过科技的方式来做安全检查 然后这个安全检查报告也写了好几天 今天这个记者会 我们等一下把这个主要的这个结果 跟将来大巨蛋的命运呢 来跟大家报告来讨论这件事情 今天主要谈这两个问题啊 我邀请到两位 这一个特别的来宾啊 一位 这个是我们 很少 到我们节目来 可是他对我们国内的事物非常非常熟悉的 台中的来的 吴尔开西 开西兄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晚 这个另外一位 是我们资深媒体人啊 这个已经来过我们节目了啊 所以我们就不必特别介绍 欢迎 姚超大好 那现在重点啊 我先让大家看一个图 是今天记者会 其实真正的重点 可是因为记者会啊 林青荣啊 他只是被问到有关 这个整个安检的这个背景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还没有注意到真正的内容 我想很简单先跟大家规划一下 这一个其实安全检查的结果啊 来我们一起来先看这一张啊 这个所谓安全检查的一个最后结果图 这个安全检查的图啊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啊 大家看到荧光幕上 这一个左边跟右边都有两个小H 叫大写的H啊 左边那个地方靠近光复南路 那是一个商场 跟大巨蛋连接在一起的商场 右边呢 是一个旅馆啊 这个两栋大楼 办公大楼跟旅馆 叫办公旅馆大楼啊 这两栋树立很高的大楼 然后这个旅馆跟办公大楼 跟大巨蛋之间啊 有大概有数公尺的一个通道 可是商场跟大巨蛋连接在一起 而大巨蛋各位都知道 观众席现在设计的是四层楼 那我要跟大家先说明的是什么 先说明的是 大巨蛋那个四层楼啊 不管任何状况 人员都没有办法再规定的八分钟 甚至于十几分钟 大概十一分钟多少 疏散完毕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的通道太少 所谓通道太少 是因为各位看一下这个图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啊 左边呢 大巨蛋那个图啊 它通道一定要冲到商场里面去 通到商场里面 不论它是两层楼给你冲出去 还是三层四层全部给你冲出去 它那个通道的口 因为连接的部分啊 非常有限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看保护公司 它把这个洗手间放在那个楼梯电梯的边上一样 大概只有那么宽 所有的人要通过那个进到那个走道 就是那个像西斗街那个 它就可以进商场 所以它等于是利用那个楼梯街 电梯街那个部分啊 然后就帮你跟那个大巨蛋连接起来 它本来的用意 这是远雄自己贪心 因为赵承 他今天被迫要选择 远雄想为什么要把它连接在一起 远雄连接在一起很简单 是因为他希望你大巨蛋擅长啊 对都要进入 有相当的一批人到商场去路过 强迫你要经过那边 路过以后如果慢慢的走 那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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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走 四万人走出去啊 至少要一个小时 那可是在碰到特别状 比如火灾地震等等等等的这种 甚至于有其他的灾害的可能性 比如说空袭警报等等 你必须要立刻疏散的时候 他四楼根本每一次的安全模拟 就是林青蓉这次讲的说 送到日本 做完整的所有大巨蛋 都要做了那个安全模拟 就是他什么状况 然后从四楼三楼二楼开始走人 然后他动画就开始走 不管什么状况 四楼的人都没走出去 换句话说 四楼根本就不能用 那当时日本就在想说 那如果我们不要四楼 直接用三楼来模拟 就四楼进空 我们把那个带往下降 就四楼没人了 最多坐到三楼可不可以走人 就发觉也走不掉 我们再回到图啊 我们大家再看一下 回到图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你会发觉啊 右边 除了个商场左边的 所以右边的 那个办公大楼跟那个旅馆 那个H啊太窄 因为就算人往右边这样冲 不往商场冲 你往右边冲 那个非常窄 他同时只能为那 就是说你整个铺满 他只能容纳个上千人 四万人 一波一波 那个上千人啊 要疏散掉 要走掉 不管你往中校走 你不管往市民走 你要走掉 然后上千人才再进到这个空间 再走掉 他的时间也超过了 是 说规定的 8分钟以内的时间走不掉 他还在那里还是有危险 那那剩下的就是 我们最后啊 我来不用这个图 最后 市政府很简单 给远雄两个选择 市政府给远雄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拆弹 第二就是维持弹 拆弹很简单 你把弹拆光了 其他设施都可以留下来 因为就没有园区安全问题 因为就是一般商场 虽然没有四万人问题 商场最多就是他们估计嘛 一两万人 而且那个松烟的跟他中间还有一段区隔 这一边的国服纪念馆跟他有一段区隔 基本上安全就没有问题 拆弹 那可是拆弹有一个法律问题 拆弹有个法律问题就是什么呢 拆弹的法律问题就是 没有弹以后啊 这里就没有公共设施 那个促餐条例就不能用 就变成我的土地就得租给你 或者设定地上全给你用 所以你的商场可以留 你的旅馆 你的办公大楼可以留 可是你要付我钱啊 因为这土地是 市政府了 那我们就要重新谈 BOT就没有了 原来的BOT契约解掉 重新谈契约 哦那个租金当然就很贵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土地是原来三倍 现在已经将近500亿的土地 他当初签的权利金 市政府已经让利了嘛 可是权利金还是比例很小 大概土地价格只算到100多亿 200亿不到 现在已经到了500亿三倍的价格 那远熊就要付高额的土地租金 这是第一个 叫拆弹 维持 商业设施 那那块 那那个地方 连松烟连那个地方 就变成一个新的 都心一样的 这个很活跃的一个商业活动 第二个保留弹 让远熊选择 说保留弹 保留弹很简单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 保留弹 就一个 只有一个 就必须要怎么样 第一 全部的商场 也就是粘在 这一个大巨弹的那个商场 要全拆掉 他不能保留说 远熊说 如果我只拆一二楼 不可以 因为你那个上面也连接的 你一定要让 四楼三楼 都能够冲出去 那根本做不到 全部要拆掉 左边的商场 然后右边的那个 右边的那个办公大楼 跟那个 跟那个叫什么 旅馆啊 旅馆 那因为那个通道还有 勉强可以做 可是不够宽 所以你的一二楼 要怎么样 拆掉 所以旅馆跟办公大楼 要把一二楼进空 让那个地面的空间变大 那好 那这个大概 全部的人疏散出来 就速度就怪了 而且很快就可以走到 靠近松烟这边的大空间来 那这个安全 只要做一个维市交通 安全就可以维护 各位 我你想想 就这两个小 就两个选择 这个 这个你觉得 如果你是远熊 你会做什么样选择 这个 他们已经沙盘演练了 很久 市政府 我的了解 昨天晚上再看记者会 今天看记者会 昨天晚上沙盘演练到 10点11点 今天早上一大早又被叫去 说记者会前还有两个问题 要时间导论 所以7点钟又被叫去了 开到刚才就 大概9点半吧 他们10点钟 照常的开始记者会 认为说 不可能有第三选择了 因为大家还在商量 要不给远熊修改权 现在只给远熊两个礼拜 答辩权 这两个选择 你就来选择 两个礼拜 没有第三选择 如果你是远熊 你说哪一种选择 我如果 我如果是远熊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第二个了 就是说我留着蛋 留蛋 我的商场 商场 商场不要了 对 旅馆跟那个办公大楼 仍然可以赚钱 他后面还有一点东西了 是 那个没关系了 可是就是这两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选择 第一个我把蛋给拆掉 就像你讲 我全部重新 因为等我要跟你租土地 那我如果就远熊 那么会精打细算的人来讲 我那个回收成本要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回收回来 那变成是我自己在那个衡量上面 会有问题 可是我如果回来看这个案子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说 人真的是 你因为贪心的这个 这两个字 真的害死你 你知道吗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他们所做的那个示意图 刚刚那个是一个鸟侃图 对鸟侃图 你知道我们如果按照他的示意图来说 刚刚你讲到说H空间 它很小 对不对 对 如果你再把这个放大看 我告诉你 他这里还做造极 对吧 所以他还不是给你一个完整的空地 那个还好铲平 对 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做法 你会发现你看 他连旁边的空地都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窄 然后连这个地方 包含他们自己所做的这个地方 你光看他自己做这个小人放在这里面 你大概可以推算出来 这个地方他到底能塞多少人 所以如果你再把这个图用全景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整个的园区是塞到爆的 对 所有的建筑物全部塞到死 他要把空间全利用完 对 那问题是谁同意他做这件事情了 前朝 最早的时候这个巨蛋位置根本不在这 他的位置 位置在往后移一点点 在根本没有这个 没有商场的空间 我们现在就开玩笑讲 就是没有那个冲水马桶座嘛 就没有后面的那个座 结果你为了把这个 因为他的棒球场的那个方向 现在是本壘在这边 然后外野往这边打 可是他最早的时候 其实方向是这样子的 对 只因为说你为了让他容纳一个商场 他把蛋整个往前移 然后变成一个土圆的蛋就算了 这个球场的位置本来是这样 变成这个样子 全部都只为了让你容纳这个东西 好 当时蛋在后面的时候 其实这里你就会发现 当你蛋往后移的时候 这边会有一个完整的空地 对 这个完整的空地 其实你如果就疏散的方式来讲 他其实是比较能够符合疏散的要求 非常重要 我还是强调 就是说今天不是说一定要他拆或不能拆 因为安全基本上是最高的原则 你不能够讲说 我可能一场比 我可能一场项目 可能只有一万人两万人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本来就应该用你四万人的规格 下去做模拟 那你当时的设计的时候 是用四万人做设计 所以你把这个空地给空下 哪一个混蛋准许他把他往前移 让他整块变成这样 所以这边你也不是留下一个空地 我老实讲 就是说如果我留下巨蛋拆这个商场 其实对苏珊来讲也不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一块其实他的空地还是有限 他等于是把一个空地分成两个 那你分成两个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对于苏珊来讲不会特别好 但是这个是唯一能做的选择了 那除非如果他后面职业就是光复南路嘛 所以我必须要讲 就是说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我觉得已经不是去计算说 远雄他会怎么想 而在台北市政府现在的一个规格就是 我今天要我让你能够启用 我就是要安全 我如果没有安全 今天任何一个出了事 谁敢发给你这个使用支招 现在的使用支招 其实这个权在这个所谓市政府手上 我认为他这个两个礼拜 就是让你远雄自己 我相信远雄自己已经有判断了 除非他就是我整个毁掉 通通都不要 我就跟你打诉讼 对啊 我现在市政府 我相信了远雄以他的这种霸气的做法 是 他恐怕就这样让步 就说好 那我们就选择方案二 是 那我们就拆商场 因为他当时自己 把那个蛋呢 他本来是斜斜的一个蛋 是 给他调整了 跟这个 所以远雄他自己把自己搞砸了 是 那我想他的这种贪心的来源呢 就是 他的这种 您刚讲用这个词霸气的来源 他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政府过去一直好商量 对 跟政府跟这个财团之间 永远是个好商量的关系 财团如果说 哎我我花了这么多成本 我已经这样下去了 我一定要怎样 这个一定要怎么样 财团是可以讲得出来 那在这一点 我可能真的是要感谢可批 他的这个白幕了哈 他的这个白幕的结果就是 他可以说不行 而且呢 这一次呢 有人会把这个解读 成为说是 是不是政治角力 同时 远雄集团也一直在说 质疑这个 安检的这个团队 是否有什么 政治的运作的力量在后边 但是作为政府来讲的话 你把关的条件是 以安全天经地义啊 老百姓也要求你 就是这样做 我不管你有没有政治角力 在这个里面 你如果在我看来 即使柯文哲这个人 真的柯市长 真的是在政治角力 即使的话 角力的是对的 那我就支持 那么他这种角力呢 就是说以安全作为前提 来支持的话 那么赵腾雄 过去的这种好商量 恐怕就变成是不好商量 对 而不好商量 这是个台湾政治的新气象 而过 那我们回过头来 也可以稍微隐身一下 过去的这个好商量 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 稍微检讨一下 过去台湾 为什么这些财团 居然就能够跟政府做下来 能够这么好商量 那么眼前远雄的选择 看来并不多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以我们的猜测来讲 我个人的猜测了 那可能到最后 很可能是以诉讼 来作为一个继续的一个角力 这场戏 可能还会再演一段时间 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市民 我觉得台湾人要看清楚 这个时候支持谁的那个标准 太清楚了 因为安全这个标准 没有什么好商量 我相信市民应该会回应 今天这个安全报告 是 虽然我必须说 你看那些记者问的问题 你也可以知道 开始质疑 是 我觉得不相信远雄 没有做动作 肯定有 而且 而且 我 我据我的了解 市政府绝 已经有 我这个就不讲 嗯 也有主管的机关建议啊 不管是 我就不要讲单位了 别的大家都知道 什么样的局处 说这样子吧 我们把但就修一修嘛 你现在每一次都拿四万人做模拟 你现在给他两万五模拟嘛 我把第四层全部降下来 嗯 就说我要求他最高的那一层啊 不要给他嘛 要收 这样子 你不都你的整个的安基书上的 总人数就降低了 说不定就可以过关了嘛 是 这个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就问题出在 远雄还想办法维持现在 但是他的做生意的基础 是 但不能不要 因为但不要了 嗯 他要把人从外面招来 这也不是特别容易 是也没有出三条例的奖励 也没有出三条例的那个这个这个奖励 也没有那个将来权利金有的祸高 所以他无论如果想榴弹 那可能想榴弹以后 如果商场也没了 他那个赚钱的金基姆 他现在他认为最赚钱的不是旅馆办公大楼 那肯定是 他最赚钱的当然是商场嘛 这个区域的旅馆办公大楼 已经几乎是在爆满的状态 对 那这个而且他是认为 嗯 将来这个蛋BOT是要还给市政府 不管还的多烂的 是 他根本保养也好 不保养也好 他把这个蛋破破烂烂的 最后几十年以后 还给市政府 他永远拥有这几栋 啊 这是他呀 他不被还给市政府继续经营的 这一个这个 这个 这油力 对啊 就是利益设施啊 所以这个角度我们稍微 休息一下好 等一下 你刚刚讲的很对 其实整个的关键 其实最早期的设计 刚才说斜斜的 根本没有那个马桶的那个叫 马桶 那个叫做马桶冲水 蓄水桌 蓄水桌 根本就写 从那个地方 一直到今天这个状态改了三次 怎么会改成这个样子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重磅新闻 刚才我们谈的这么这么这么多好 其实就是一个 市民所要求 就是说今天我到这里来消费也好 来看球也好 无论如何要有安全 这一点可批是完全不打折 而且可批事实上也要求 那一个所谓安检团队啊 就说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 要怎么样是百分之百可以安全的 也就是说我要把状况设计好 我出题目 然后你告诉我这样可不可以 我再出题目 你这样告诉我可不可以 安检单位居然有一次回答 什么回答 我这个我的了解 说我这样子不能给你guarantee安全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现在这个状况不安全 他这个他这个安检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他给题目啊 他有些状况他没有办法模拟啊 或者他没有办法说保证你如何如何 可是他说如果你现在你给我这个条件 你这个现状 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有安全啊 这就够了 够了 这就够了 那至于说怎么样做到有安全 那要另谈 就说我要等你改完了以后 我再用改完的状态 现实的状态 我再下题目去作业 我才知道他有没有安全 所以你会发觉到其实不安全的确认 不安全的确认的科学方法 跟安全确认的方法不见得完全一样 所以所以其实远雄现在面对的 其实其实很清楚啊 就是他们现在恐怕要要跟 要跟这个要跟这个 市政府要好好打一场仗了 我们来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 市政府对于这个安全检查 这一个他有关的这个影片啊 他一直其实早就已经告诉远雄 大概我们的结果大致上是这样 那我们把这段影片先看一下 可以成为财团啊 都不是简单的 差不多是妖魔鬼怪籍 杠上大财团 台北市长柯文哲先从大巨蛋开刀 一个半月的消防疏散体检报告 即将出炉 明天各位全部都会看得到 但大巨蛋生死的体检报告 由副市长林青蓉统筹秘密进行 专家成员有谁是否更是保密到家 复旦的远雄集团急跳脚 痛批安检小组只花两小时场刊 叫所谓的专家出面说清楚 体检完真完假结果出炉见真章 经电脑模拟分析 发现大巨蛋被购物中心旅馆等包围 疏散空间不足 恐怕影响救灾逃生 另外大巨蛋内最高的第四层勘台群众 更无法以远雄模拟 能在26分41秒内完成避难 包含不只是大巨蛋 整个园区的安不安全呢 那么站在这个市长 这个或站在市府的角度 我们必须很负责任的 来对市民做报告 科市长最烦恼的疏散问题 安检小组以全区做考量 16号市府将完整体检报告 正式公告上网 大巨蛋下一步全民等着看 科匹讲那个妖魔鬼怪哈 然后这个林青蓉就来 很清楚的抛一个观点 这个远雄绝对没料到 他不是做大巨蛋的安全检验而已 叫做全区的消防疏散等等等等 这个全区已经不是四万人的问题了 他可能原来下面马路上就可以 那个商场下面就可以有人在那走 然后大巨蛋里面有人看 然后旅馆有人住 然后办公室全部都有人办公 汉布朗加在一起 说不定超过五万人都有可能 这种状况其实 恐怕将来涉及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远雄这两个案子都不 都不选择 他选择给你打官司很简单 那我要按照原来约来做 你就要给我验收 那科幣很简单 我全区安全不够 我就一个都不给制造 随便办公的也好上上 我都不给使用制造 那再这样下去 我看样子 我们的巨蛋的这个事情 还要拖很久 对不对 我比较好奇的是说 因为你刚抛出了一个讲法 是我们有局处的首长 居然跟他讲说 我们可能就四楼不要了 我们就把他变成两万五千人 就建议 两万人 对他的建议 那旁边还有一个小巨蛋吗 对还有 那我要一个大巨蛋干什么 就是说当时 那个氛围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希望 有一个棒球场环境 那我们希望 能够容纳到多少 那旁边有个小巨蛋 你今天这个市政府 如果真的有局处官员 做这个建议 我真的充分的怀疑 你是别有用心 那今天对远雄来讲 就不管他的主体建筑 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刚从那个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更清楚的是 我们这个土 似乎还把这个蛋给化小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的经过忠孝东路 跟这个光复南路 你会发现 它那个蛋 几乎已经贴到马路边了 我比较怀疑 这一边的贴到马路边了 对 就是说靠忠孝东路 完全就贴住了 那这一点 我们今天之所以没谈了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各位记不记得 第一时间安全 就处理忠孝这边 有个安全通道 那个地下里通道吗 那个地下通道 那个地下通道 从16米宽 到真正地下8米宽 最后出口4米宽 你自己想想看 全部的人是 第一时间可以数千人 往那边冲啊 没错 因为那个很 那个里面就像一个地下的 防空洞一样 是 可是它全部会塞里面 为什么 瓶颈啊 瓶颈会出不去 而且这边是 也是有人的 是 而且他做了一个T字嘛 你那边进来 所以那时候讨论到流体力学嘛 因为他旁边还原先给你留了商场的空间 所以我旁边还要再做点商场 所以他真的是每一个空间都给你用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到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蛋 因为在那个 新闻画面上面所看到的那个蛋 都是还在盖的过程 可是他完工之后 你会发现他最大的问题 完完全全是密闭的 完完全全是密闭的 在这一次的安检里面 我们特别注意到 他做了一项测试 就是你的排烟通道 对 因为你的烟是出不去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排烟通道 好 那更麻烦是 他的排烟通道 跟着人群的疏散方向是同一个方向 对 这不是很怪吗 就是说我在这边逃生 就算八分钟好了 你会发现到 那八分钟时间里面 你几乎会 很有可能跟浓烟是在一起的 对 因为他的通道是太有 那我 我其实一直不太懂 就是说 当然 如果现在远雄要打诉讼的官司 我相信他会走这一步 他一定会走到最后 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再来去做那两个选择之一 可是今天的这种模拟 今天的这种测试 当你一开始 送设计图去修改的时候 你市府的官员 本来就可以做这个测试 不然你凭什么 发他建筑实照 建筑实照跟使用实照 基本上是相辅相成 我同意你建 是表示我认为你这个是OK 使用实照是 当你建完之后 我回去对照你原来的 建筑实照说 你有没有变更我原来的设计 你有没有在这边偷搞鬼 如果都没有问题 你按照原来的建筑实照 这个去设计完之后 我基本上就合发给你使用实照 一般的流程是这样走 可是你现在他变更设计之后 你完完全全这一块就没有做 没有做的时候 到今天才出来 然后逼着说好像是市政府叫 远雄摊牌 我觉得这个很怪 就那个逻辑上面是不对的 所以我必须讲 就是远雄他有没有机会解套 其实我不敢讲 因为我们不是专家 对远雄来讲 没有这一颗蛋 为什么讲说他应该 会想办法留住这颗蛋的原因 在于是 这颗蛋才是他吸金的来源 东区的这一大块 其实盖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 购物的商场跟商城 有哪一些包含像金华城那些 金华城那个地方 你可以看他平常 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潮在里面 里面的柜位也不断的在换 如果今天没有这一个吸引人家 他顶多只是变成一个休闲空地 对不起要休闲空地 旁边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国父纪念馆 那已经有太多的空地在那个地方了 我如果用空地来讲的话 所以我想远雄他也会保留住这一块 可是我反对 就是说如果今天到最后用折冲的方式说 我把它变成所以变了两万人 或一万五千人 那我干脆变五千人就算了 我又跟每个人那个评数超大 如果今天真的市政府到最后做这样一个推浪 那我真的觉得说市政府你就失职 这个不可能了 因为我 你说 八九年的时候 我给大家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这个四万人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八九年的时候 我有过五次大游行 我自己是总指挥 那其中有过两次是从先在北师大集结 然后从北师大到天安门广场 北师大到天安门广场不到十公里了 那么从北师大的这个几万人到这个最多一次 大概有五万人 这五万人离就是走出北师大 大概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然后呢 人少的有一次在北师大集结 大概有一万人 一万人走出去 将近用了四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秩序井然 而且我们的校门是完全打开 他也是十米宽的校门这样子秩序井然的 学生排着队 一队一队走 将近一个小时 所以说这个四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大巨蛋的 在台北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新闻画面啊 某一次爆发个什么冲突 哪怕不要说是 不要说真的失火地震 哪怕说比方说传来了 Force Alarm 就简单的说有人说有有炸弹 不得不输送 不得不输送 就是有有那种惊恐的状况 对 人都会被踩死 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财死人的状况 比如说我们也曾经也出现过拉拔河的那个时候 这个这个 这个陈睡扁做台北市长的时候 在和平公园拔河的时候 手拉断 这种新闻画面一旦出来的时候 承担责任的受到压力一定是市政府 可是老百姓在那个时候 给的压力回过头来 再来反省的时候 这些财团该赚的已经赚走了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让财团踢到一次铁板 你的过去的这种贪婪 你过去的这种想法 在没有顾及安全的情况之下 打官司 我个人觉得了 市民要支持这个政府 这个 就继续打 反正使用执照在政府手里面拿着嘛 你老老实实在这个地方 放下自己的摊 认输 这次修改设计 如果修改设计的话 就是把那个后边的那个 冲水马腿的马腿的冲水拿掉 这部分你就少赚一点 然后真正贯彻BOT的精神 BOT是公共建设 你远雄在这边有你赚的部分 不用赚那么多 该给老百姓的 你做公共建设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远雄到底有没有服输 远雄其实也不叫输 其实他已经占了便宜了 他如果现在还要硬 他恐怕未来更惨 那我们就来看看远雄现在先第一时间是怎么反应 柯市长一句话 预告4月16号即将出炉的大巨蛋安检报告 并不那么乐观 经历多次安全审查 还是得到这样的结果 远雄不甘示弱 回向市府 他所设计出来的成品 如果是由两个日本人 那么两个小时所做出来的决定 我想不仅是打击专业 我想对于巨蛋来讲 巨蛋公司来讲 也不能接受 简的会议小组的第十次 我也特别在邀请我们的汉雅建筑师 也就是远雄所顾请的法定的建筑设计的 都到我们对话 所以不会只是两个小时 不可能 这都是 他就是想用 我觉得用谎言来 来扭曲这个安全的 潜驴即穷了 没有办法了 而且你刚才讲到那个叫做排烟 非常好 我跟你讲也算是天佑台湾台北 我跟你讲 怎么讲 你大概都不晓得有一段过程 大概全国都没有人知道 远雄啊 他不现在继续在施工吗 虽然他进度已经慢了 他有一次就偷偷摸摸摸的就送来一个公文 是个排烟口最后的一个 因为他其实排烟口的那个设施已经都都已经在做 对 只是他是要出口吗 嗯 那个排烟口要出来 那个排烟口呢 那一个规划要得到市政府最后一个章 嗯嗯嗯 最后一个许可 那送到哪里那当然就送到是送到体育 根本不需要送到别的单位去 嗯 可是那些主管的他其实并不熟悉 嗯 我就不讲那个过程 嗯 居然不小心的情况会发觉 哦远雄现在还需要得到这么一个实用的执照 那就去查查看 就要求人去查 我就不讲这个过程了 远雄都不知道这一段 远雄只知道这个公文怎么老不下来 就去查 发觉没有这一个口 就算我全部给你 你没有这一个口的许可 你根本不能应运 嗯 因为你所有的废弃都排不出去 嗯 结果市政府就把这个卡住 嗯 这个先卡住 就要求你改善这个改善这个 你不改善这个 你这个永远拿不到 嗯 远雄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 卡到现在还没拿到 理由很简单吧 因为你连排烟都做不好 如果说啊 他居然好 那个那个废弃也好 那个那个排烟的那个状况啊 他居然跟那个走道连结在一起 那就罢了 我们就算他做的像 铁桶一样那么封闭好了 啊 烟就跑 可那个戳口要出来啊 对 你要你要冒出 你要在地面上 你要在哪里要 要释放出去 弄个烟囱 你对不对 你等于是要搞一个大烟囱出来吧 后来他搞一个很大的一个口 那个口到现在没准他 嗯 我们从这段过程就可以知道有远雄看样子还在玩抗 是远雄看样子还要fight 因为他一副就是不轻易把到嘴巴 其实上因为前朝政府的关系 因为前朝政府的关系 几乎所有他能拿到都拿到了吧 把台北最好的一块地拿到手上 吃在口口里了 他干嘛吐出来了 对不对 你觉得他现在的 接下来的做法会是什么 我觉得远雄占了一个先天有力的位置了 我觉得这是难过的地方啊 因为合约在手嘛 你今天不管这个合约再合理再怎么不合理 大家批评骂归骂 可批还是要顺着这个里面走 那所以顺着里面走 就是今天他当然有一些他能够操作的手段 可是我觉得最后这个案子到最后 最原始要回来追究的还是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 你知道不知道远雄哈 他可能有一点没有估算到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谈的一个部分 他可能第二次碰到刑事案件 远雄那个老板他以前在人口做那个赚钱的对不对 他反正觉得哎呀反正能做就做 就算不做最后你把我拆了我也不要同意 反正也是结果一样 可他万万没想到有可能碰到刑事状况 什么叫刑事状况 就是政府跟他之间有勾结 这个刑事状况如果出来了 那整个的巨弹处理都不太一样 连政委员会已经确定找到一些资料 认为市政府跟远雄有过勾结 他不能摆烂的 而且找到一些公文 我现在就可以在空中喊话给远雄 按照现在就算打官司他也打不赢 为什么因为他根本违反了法规 那个原来那个母法叫做出餐条例 出餐条例 出餐条例后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他现在签约的一个母法叫什么 叫做招标的一些准则规定 那个当时根据出餐的时候 有个招标的时候有些规范 我们现在看几个案子 最大的质疑点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如果一开始公告招标的时候 我的规范是这样 我想你讲的重点是这个 我先规范告诉你说 我如果来投这个标的时候 我的权利义务在哪里 细节当然一定是没有 就是说我先告诉你权利义务 然后我今天有意得投标的厂商 他会根据这个我回去评估 如果在这个母的条件之下 因为其实你先公布的那个 应该是不能被变更的母条件 我根据这个母条件之后 我自己来评估说 我要不要投入这样一个建设 我会有我的风险在 当然你会给我一些诱因 就是吸引我去愿意帮你去投号 我们现在看到几个 比如说像美和氏也是这样 他很多的问题其实在于是 我的母的这个办法出来之后 我亦有人得标 到最后所出来的那个契约 跟你原来的那个母 完全不一样 那我其实就不能理解这一块 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公家单位待过 我们知道就是说你一开始公告 其他的厂商是可以回来告你的 你给我的那个限制是这样 结果怎么他得标 他跟你谈完之后 你全部都把改过来 如果当时你把这个原来的 就是你后来最后的那个条件 你把它拿去公告 我告诉你那大家都愿意进来做 所以问题就回到这个 谁准他们在这个议约的过程当中 谁让你去做调整的嘛 所以你的问题问得很好 你看好我们这个地方 大巨蛋安全报告出了出炉了以后啊 简单的讲 就是马英九在2004年9月份的时候 开过一次神秘的协商会议 私下做出不要全力经的结论 从此以后那个所有谈契约的议约会议变成橡皮图章 等等等等的至于说这个内容如何 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就要公布了 5月应该是5月8号 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来谈这个 连政委员会针对这一部分现在在调查 恐怕会成为大巨蛋未来解决方案的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点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中网新闻 我们刚才谈到大巨蛋要安检没办法过 两个选择给远雄拆蛋 那就重新谈 因为就没有BOT了 拆蛋因为公共设施没有了 只剩下商场 重新谈全力经 那就是租土地给远雄 远雄呢现在的土地500亿 那你看看要租多少钱 要每年付给市政府多少 50年租给你也好 这个几十年租 拆蛋 这是不拆蛋 不拆蛋很简单 拆商场 拆商场或者要把旅馆办公大楼一二楼拆 那净空 那就还符合现在大巨蛋疏散 跟安全的这个基本要求 那可是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非要拆呀拆拆拆的 因为拆以后啊 市政府还得赔一点钱 因为市政府也不是流氓啊 因为你人家已经盖出来的东西 对不对 那你也是允许人家盖的 所以你要赔 赔一些拆的费用 我要恢复的那些费用 那可是为什么会轮到这个地步 简单的讲 各位看一下这个 这里所说的 是因为廉政委员会啊 在三月底开了那次会啊 就不是不是大家就开始去把所有跟大巨蛋过去 2004 那个27 所有的资料就全部后会大跌 就分分工出去大家自己看 所以那个林兴皇其实是 徐兴王其实蛮倒霉的 这么大一叠资料分分给廉政委员哈 只有徐兴王啊 他很规矩的一夜一夜慢慢看 他告诉我 他花了几天慢慢看 所以他就发觉 哦这个地方有据 那个地方有据 然后他就在媒体上讲 然后那些所有其他的人 在上节目的人讲 你这个资料哪来的 因为他其他人拿那个资料 没有很用功的去干 就就就就就听似的 我怎么讲 就以为他有曝光的 事实上那个资料都已经在他们手里 大家都都在给廉政委员 嗯 等一下我们先等一下我们看影片哈 嗯 他们所有现在讨论的那种 其实远雄慢慢也就知道了 嗯 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当时做的太过分了 嗯 做的太过分我们先看一段影片 李树德怎么去代表马英九去指导 让这个市政府根本 等于是赠送这块土地给远雄来盖东西 根本一毛钱全力金都不要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非政府前朝有没有土地远雄大巨蛋 还原2004年最后一次会议录音党 真相逐渐浮出台面 这条是就照 这个本9月24号协商报的一个结论 我自己讲这个学校主要是 因为这是重大议题 所以特别有这个远雄的董事长 跟市长然后亲自见面 然后做一些这个沟通之后 大家有个共识 达成什么共识 前财政局长李树德 除了证实马市长陈汉远雄董座 赵成雄在2004年9月20号 私下见过面 更爆出这场决议内容 左右大巨蛋议约 将大巨蛋营运权利金一笔勾销 是否一毛不拿 第二点营运权利金 比方说一次牛或两次批 所以市政府也不利 对他们也不利 所以我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 福利门的高层认为说 这个就干脆的 这个部分我们就不提了 太不提我们也不去 全要求了 完全到 回到都省的那个程序 做处理 可以了 但是比较也较明确一点 那这个表达是写 不权利金还是 这一章一章 大巨蛋公开议约会议 共两次 大巨蛋公开议约会议 第一次在2004年9月1号 当时远雄提议 权利金负千分之一 李树德要求至少拿百分之一 但双方没有共识 直到9月20号 马市长和赵腾雄秘密会面后 事件大转环 23号会议中市府直接答应 不仅免权利金也直接减免 远雄租税 胆大妄为 你私下见面就算了 居然就李树德啊 所以你看看 从头府昨天还发声明 我从来没有去交代委员怎么样 李树德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老板已经见过面了 这个东西不必要扒两层 扒两层皮了 这权利金可以不要了 我再讲一个故事 你们就被匪夷所思 李树德就在这次会议没过久以后 又过了几次的会议 一样的哦 他又代表老板讲了一段话 履约保证金八亿啊 不要这么多了 四亿就够了 他自己讨论都没 因为那个八亿是什么 是算过的 是按照那个法规那个算过 而且是委员们讨论通过的 他因为那个老板见过面以后啊 他就在有某一次的会就在这个 免全力金之后的某一次会议 八亿不需要那么多了 四亿就够了 好就赶到四亿 四亿还不够啊 他又在有一次会议 显然远雄还不愿意拿四亿现金出来啊 他怎么做你知道不 他说现在我们要发那个建造给他 就他开始要建了 对 那只要一开始建 我们先还三亿给他 八亿哦 最后变成一亿 这个还不叫图利啊 这个会不会有法律问题啊 这一定有 但我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回来看啊 李树德他凭什么胆大妄为道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做 没有马英九他敢吗 这个录音档是谁流出来的 我觉得有趣了 李树德会不会是自保 当然 他不敢讲 因为知道这个当局一直查查做 一定会有人发现到说 你相关上面这个章跟你是有关系的 你李树德什么时间去主持了什么样的会议 做了什么样 这个都会有会议记录在 但是我认为他当时是很明白的去 为什么要提到说 特别他特别讲到这件事情嘛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议案 所以有远雄的赵成雄董事长 跟市长见面过 然后呢双方打 那达成共识谁达成共识 那就是马英九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 说实话啦 市府相关的人 大家都会质疑到说 谁那么能够胆大妄为到说 能够准许这个洞 而且对马英九来讲 马英九他能容许下面的人这样恶搞嘛 今天这个蛋 对马英九来讲也是重大的建设 郝隆明讲得很清楚嘛 我对不起 我只是个执行者 那个签约的啊 那个议约过程啊 那个人叫做马英九 郝隆明自己在脸书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嘛 现在这个东西出来 我必须要讲 总统府你现在 我不知道你代表什么身份啊 你是代表当时的 马总统 马市长还是代表现在的马总统 我觉得你总统府都没有 没有不适合也不适格 去做这样的一个声明 这个东西只有马英九自己 跟李素德对质 李素德凭什么他今天敢这样 如果李素德说谎 你马总统告他嘛 你马英九当时的马市长你告他 你假借我名义 我突然也觉得一件事情你知道 好像跟马总统身边的人 大家都可以假借他名义 你休假我也代表马总统 来给你干嘛干嘛 好像你周边的人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 那你马总统在这个事件上面 当时的马市长扮演什么角色 李素德讲得很清楚嘛 那个东西不需要我们揣测 李素德你只要出来讲清楚 你当时这个你有没有依据 你有依据的话 好会面 当时会面有没有记录 如果没有任何的记录 就只有你们两个私下做了算 那李素德你就是最重要的证人喔 因为只有你讲出这件事情出来 说他们两个确实见过面 但是我也必须讲 市长跟这个赵成熊的记录 我不相信没有记录 赵成熊如果你今天要讲说 好你们今天市政府这样弄我 用弄这个字好了 你们这样弄我 那我欢迎赵成熊 你们干嘛远熊集团 把当时所有市政府给你的条件 你通通谈出来给大家看 谁准许你们这样做的 好你们讲说你们都打压我们 我们企业界怎么样 好那没关系 谁同意你 你们也把它全部讲出来 让我们大概知道 这中间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吗 这一段哈 我现在可以明白讲很有意思 这个有的时候再怎么设计哈 还是会有缝 一定 公务员受到指示 有些人呢 是根本没有办法反抗的 是大老板这样做 小老板李素德也这样干 你知道这个连政委员会 现在有什么资料 连政委员会就发觉到 原来当时有一些公务员 他留下一些自保的东西 聪明啊 他就在签公文的他留下一些 签成的那个下面的一些备忘的那些东西 什么不管是医长官某 什么什么什么的 某年某月 他把那个背景都写好 他就留在那个公务里面 是 以前 反正这个公务后面外面跑掉了 跑跑跑跑跑 最后就让他盖了 可这个东西他自己可以 免除责任 所以现在翻过来 我跟你讲将来那个还有 还有人现在质疑 你看昨天市议会那几个不用工的议员 是 还有人在质疑说哎 你现在雷声打鱼的 要什么都没干出来 5月8号 廉政委员会又要再开会 大概据我所知道 马政府 要面对一两个案子 因为开完5月8号的 这个廉政会出来的记者会 那个资料就要移送到结调 而且连好市长好政府 副市长以上的官员 好师傅 也一样有被移送的东西 要移送出来 我跟你讲 这个只是不同 这五大 你也晓得嘛 五大必汉有满酒 主导完成的 应该是说满酒 那个时候定出一个母的东西 那大框框在那里 可是细节的东西 对不起 你好师傅自己去谈的 你好龙斌自己都讲说 哎呀当时就比如说美和社案子 当时马市府是怎么签的 我找了谁去怎么签的 表示那个细节的东西 就像你老师讲的 那个我想好师傅跑不掉了 对不起 商人是将本土利嘛 他会一直想着自己的利益 但我们做生意 大概也会先算一下 我的利润在哪里 合理的利润在哪里 有没有可能 在有合理的利润之外 更创造出什么新的地方 那是要比创意 那远雄集团 无论是在过去的美和社 还是在这个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要的东西不是合理的利润 他要的是吃定你政府 那他要你吃定政府的时候 所以刚才讲 比方说听您讲这个八亿 换成四亿 这个东西肯定 这个数字肯定不会是 李淑德一拍脑袋 自己想说八亿不好四亿 一定是有个人过去跟代表赵滕雄去跟他讲 这个人是谁 而且肯定不是一个人 肯定是一群人 这群人就能让说 比方说上台志得意满 我今天来做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说 我绝不贪腐 但是周围就有一群人过来来跟他说 虽然了市长这事不是贪腐 我们可不可以 这地方可不可以让一下 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很喜欢一个名词 叫调和鼎奶 从今过去很喜欢用这个词 那这就是什么叫调和鼎奶 就是常常就会有这种密会 常常就有这种官说 常常就有人代表那些将本求利 即使不将本还要求更多利的这些商人 他们总是在政务官 就是周围有代言人 那也许很多泛兰的这些支持者在过去 总觉得马英九应该不会是贪污的 郝龙斌应该不至于 这可能大概都会有这 而且他们可能上台的时候初中 还真的是说我要把守那个底线 可是这个党是一个把不住那个底线的党 这个是个观点 这是个关键点 他这种力让了以后 很简单 到时候选举的时候 还不是一样有帮忙 选举的捐重 或者为哪个部分 他还是要求回归的 这个不会这么单纯的 我刚才有一次强调就是公告的 第一时间公告那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我们在算权力金跟我们 算所谓特许期的那个时间点 是来自于我公告给你的条件 我回来换算 就是说如果你依照我的这个条件的 这个状况 你接受了这个案子 你会从中间得到什么 然后我才能够算出权力金 跟所谓的特许期的时间 这几个案子很怪的地方都在于是 这个条件他们来招标都得票 表示他们也承认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是到最后你去在那个权力金跟特许那个 你就给他不断的更改 你已经放宽原先的条件 就是让他有更多利可以图 我再来去缩短 我本来应该我市府应该得到 我应该讲来听 就是我本来就应该得到了 而且我其实如果我开放给他的时候 我应该理论上 因为我的条件比之前公告的时候 还要更宽松了嘛 我理论上我在跟你在谈的时候 我应该要要求更多 可是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我就不断的让 那你怎么讲说八亿变四亿 到最后我说我三亿还给你 我是怕你周转不灵还是怎么样 你很奇怪就是说 这种很奇怪的让利 是不应该不应该出现在政府官员里面 更不要讲一般企业嘛 一般企业 我今天把这个利东都不断让给你 那我能够得到什么 可是对不起喔 在马市府的官员里面 跟我们现在看到好市府的官员里面 似乎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每一个人都跟你讲一句话 没关系啊 你们有疑问是 我告诉你我早就送检调去查过了 人家都查完了没问题我才知道 那个送检调是一句话送检调 对啊 然后他也不给他看资料 是 现在廉政会所查的资料是翻箱倒柜 而且很妙的 他要从他要从那个抽屉里面啊 现在我我就不要讲太细 还可以找到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的资料 居然也找出来 那些才能够印证整个过程 总而言之了 这个案子我们还要还要找时间来谈 因为五月初 这一个两个礼拜时间就到了 也就是远雄到底你选择假案 已案 A案还是B案 你要你要见真章 要不然就大家法院见 法院见也很简单 我我们市政府啊 提一笔钱保证金 提存在法 我先动手 我不会为你这样拖下去的 那个远雄有一招啊 他认为他要拖 拖自觉 把你市政府拖过两年三年 我想办法再活我的商场 因为五十年嘛 少个三年忍痛 他这个完全算盘打错了 现在又进入到了大选 我可以讲说 民进党这次起跑特早 大概 昨天是四月中 四月十五号 正正是把部分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提出来 以及总统候选人提出来 国民党可能要到五月底到六月中 大概才能够有一个明朗化 差两个月 然后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呢 我稍微算一算 大概还有两百五十天 大概上下不到多多久了 其实很快就 就就到了 如果按照上一次九合一大选市场选举 我个人参与的经验 那个柯文哲大概从那个年初开始 一直选到年底 他都打的打的打的都很辛苦 每天都忙 那现在总统大选都只剩下九个多月 十个月不到的时间 那我们先来看看蔡英文啊 昨天她被民进党中职会正式提名 她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万方瞩目之下 她讲了一些主要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这段影片 听众最不爱逆对摄影机的蔡英文 这回现身让媒体一次拍个够 黑色西装外套 内搭浅蓝色线衫 经过中职会完成提名 蔡英文再度成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今天早上出门之前 我想起了2012年拜承的那一夜 现场有很多年轻人 掉下他们的眼泪 我拼了命 也要把那些眼泪 转换成笑容 我将要再一次的影像这个挑战 站在你面前的还是蔡英文 不过我会让大家看到 这三年多来 我的努力 我的改变 找回人民的自信 点亮台湾 蔡英文誓言 走完最后一里路 听民参选演说 吸引近百家媒体到场 平面 电子摄影机分四层 还摆不下 台下坐满 民进党中职委 十三位党籍县市长 除了出访的宜兰县县 林冲贤全部到场立挺 营造团结气息 保回自信 点亮台湾 这个是标题 也是结语 那他中间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我们要 他要扮演团结这个国家的人 他认为 我觉得这点观念还蛮对的 等一下 两位谈一谈 就是说 台湾其实过去二三十 二十多年 不到三十年的 民主过程 是一个撕裂的过程 选一次 撕一次 又选一次 这样子撕一次 蓝根律撕 总统跟总统候选人之间 选前也不往来 选后也不合作 这个国家就分 他现在重点就在这里 他想要扮演团结这个国家的人 一致对外 所以他说 改变这个国家 必须要有所有的人民 在不同的意见 多元的不同意见中 透过民主的程序来做成决策 这样大家才能够团结 一起往前走 我要扮演这个角色 就是去团结这个国家的人 开西亚你认为 这一个昨天这个讲话 跟这个方向你的评价是什么 我想团结国家 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路 跟民进党过去长期的思路 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很不同 很不同 因为我们记得民进党 就是说到民进党这个党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觉得他有冲进 他是interrupted 他是一个推动国家进步 但他有自己很严重的问题 但是最大让很选民受不了的念念 不能够接受的呢 就是他搞撕裂 他就是搞对立 他自己讲就是 这是民进党自己讲 就割喉割到剑骨 这也是他们以前自己讲 割喉和团结 这是非对立的概念 我想 我昨天看到这个 这个找回自信 点亮台湾的这个 蔡英文的这个发表啊 我个人还是有一点小兴奋 有点激动啊 就是我们当然应该说 现在离总统选举 还有九个月的时间 但基本上也可以 大概猜得出来 蔡英文是属于胜算比较大 目前为止是胜算比较大 台湾可能出个女总统 可是这中间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而第一步 我们说要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是要看到问题 对 我认为看 我认为蔡英文这个人 无论是从昨天晚上的 这个演讲 还是说在她决定参选 这个国民进党 寻求民进党党内提名的时候 的那个讲话呢 都让我看到蔡英文 对于今天台湾的问题呢 是有一定清晰的看法的 这个清晰的看法里面 包括对他们民进党自己的问题的看法 所以我刚讲说 团结 她认识到了台湾 今天不团结 台湾陷入一种困局 内部对立的困局 内耗的困局 我们叫无论是蓝绿的困局 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困局 或者是阶级困局 他现在台湾是在困局之中 所以他这八个字很有意思 叫找回自信 点亮台湾 那就显然是要找回失去的自信嘛 我们台湾在过去 这十两 这个两次这个 这个正当 90年代 80年代的时候 是充满了自信的 我第一次来台湾是1990年 那个时候的台湾的 让我感觉 真的是充满自信 那时候有一种很 很正面的感觉 当然那时候报纸厚厚一叠 打开看看 大家很读书 每个人是一种很温和 但同时也是有笃定的感觉的 可是过去这从90年 我第一次来台湾到现在 25年过去台湾慢慢变成是好像更加 焦躁更加这个这个暴力 暴力之气 大家现在台湾的文化是呛瞎文化 然后动不动就呛瞎 呛瞎 没什么内容 然后过去的那种有内涵的 一个沉稳的一个民族 慢慢在慢慢在变得对立 而这一点当然 你们民进党和国民党 要负很大的责任嘛 过去的这个十几年 两次轮政下来了以后 你们把政治 因为你们在操作政治搞成这样 而蔡英文在第一次的那个寻求民进党内的提名的 那次决定出来参选的那次讲话之中 她说我们今天的公民社会高涨 台湾人在面对焦虑的时候 不是只是焦虑而已 是自己在找方案 自己在找出路 公民崛起是这个出路之一 而这一点对民进党是非常大的挑战 蔡英文看得到这个挑战 她说她要找回失去的资讯 点亮台湾 台湾如果今天不够亮 是有黑暗的话 你们民进党是要负责任的 蔡英文在今天2016的这个还有9个月 她要想赢得不只是这个美光灯啊 不只是大家对于像我一种兴奋 而要真正拿到过半的选票 你要还给我们的 正是你们参与 就是对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 国民党的问题是已经是 是国民党的负资产 反而他就因此就变成民进党的正资产 但你不能靠国民党的问题来当选 你要靠解决你民进党的问题 所以所以其实这个找回自信 我现在想起你刚讲这一段 那个时候90年代 我们有的有的人讲说 那个时候过于自信了 因为我们台湾前夜缴木了 什么我们还会挑衅中国 我们还有挑衅过来 你再大没我老爸大的那个时代 现在我们是能让他不要惹我们 就不要他惹我们 这个时间现在已经过了二几 才二十几年了 我回来教书也快三十年了 才不过一个一个转变 我就发觉台湾真的是 他刚刚讲焦躁 然后真的没一次大选 你如果为选民 大家其实已经没有兴奋感 或者没有期待感 只希望现在这些乱七八的事情 早点结束 你觉得陈英文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把这种气氛把它稳定下来呢 我先讲就是说要 扩大参与面 这是这一次大家在选战里面 比较看到就是说 包含民进党跟国民党 其实他们都提出这样的一个口号 就是说把政党的这个色彩 希望能够淡化 然后让大家希望有志于 比如说希望投入政治人 都可以透过一些的方式投入政治 台西兄刚刚提到就是说 台湾从有自信到没有自信 对不起 这几年里面 民进党有参与这些过程 国民党有参与这些过程 大家都跑不掉 蔡英文现在讲要团结 我觉得他 当然如果就整体大方向来看 他这个是非常中规中矩的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他没有超出他的框架 他也告诉你说 我在上次拜选的时候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眼泪 这一次我要换成笑容 但这中间我认为 他还是有一些难度要走 就说即便他把这个喊出来 比如说 团结的这一块 那你民进党内部 现在是不是团结 我必须要讲 蔡英文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跟你2012年所遇到的问题 就我们来观察 没有什么不一样 我说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 以蔡英文现在来讲 你会发现到 他很多 他目前到底是以蔡英文 你个人的光芒 在做这件事情 还是你是用一个整体 整体团队的概念 来做这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切割 2012年的时候 蔡英文等于是用自己的光芒 很多人去愿意给他 有些人不愿意给他 他没有结合党的力量 所以到他选举的时候 产生很严重的分裂投票的状况 民进党的很多的 深绿的支持者 他不愿意投票给蔡英文 那现在经过了四年 蔡英文卷土重来 告诉大家讲说 我要做这些民主的程序 做成决策 往团结往前走 那你有没有办法 在你党主席的任内 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很重要的 2011年 你在提名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大家都期待 你能够提出一个很清晰的名单 但对不起失望了 我想姚老师 我们当时都做过很多的评论 你用派系的方式 大家语录均沾 你分两席 你分几席 大家用这个方式分 那你现在重新面临的 这样一个状况 最近民进党内的一些纷扰 你蔡英文有没有办法 把它团结起来 我讲那个纷扰 包含在台南那个地区的纷扰 现在大家只是装作没看见 不要去管说你内部 当时为了这个政府议长 选举所暴露出来 你内部那些斗争或什么的 包含现在柯建民 跟这个所谓柯文的 可是现在蔡英文跟上一次 选招我的官场 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蔡英文现在是唯一的太阳 那个时候是四大天王 对 那每一个人都有想法 他上市胜水经过初选 蔡英不多 出现做总统候选人 所以然后马又是属于连任 各位都知道 连任的意思就是充满了行政资源 跟所有的这个组织能力 所以蔡英文那个时候 其实连自己的党的抗凑能力啊 都不像今天 今天你想想看 他从这一次选党主席 到这一次总统候选人 都是没有对手的 是比较明显的差别是苏贞昌嘛 对啊 你11年那个时候 苏贞昌跟蔡英文那个会面 就是啊 交代嘛 交代 交代八次有事情你交代嘛 到今年 蔡英文现在有啦 那时候苏贞昌一开始有反弹嘛 讲说你为什么时辰要提早 那你现在看起来没错 如果就大佬的部分 现在看起来在那个部分没有疑虑嘛 就是大家没有像之前那样 那么明白的 就是说我在媒体上面跟你冲撞 可是问题回来我们还是看 就是说 那你私底下是不是真的愿意说 好在那个最后的那一礼物里面上面 你的这些大佬真心诚意 为了说好 为了把你拱上那个台面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他现在内部是有一些小问题要解决啊 可是相对的来讲 怎么样扩大那个参与面 就比如说这一次立委的选举好了 民进党他现在愿意让 让什么 让他自己的艰困选区 那对于其实有意愿参选的 这个所谓第三势例或公民来讲 你的艰困选区 真的 你就是算计嘛 你算计说我民进党正在那边推人 我也上不了 那你愿意让 跟我尽全力去帮助 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 那个上面还是有城市上的不同 所以怎么样把那个格局展现出来 我真的愿意让大家在多元意见 能够充分的表 国民党也喊啊 国民党也喊说多元意见啊 可是大家对国民党的期待 没有像对民进党的期待那么高 因为长期以来 民进党他比较愿意扮演那样的角色 只是这一次他能不能比较把它落实 还是回到你当时的那种 到最后没有办法迫于很多 这个内部必须协调的问题 你做了妥协 如果你做了过多的妥协 或太早的妥协 其实我觉得对于要走那个 要扮演团结这个国家的那个角色 我觉得他就会比较让人家有质疑 其实他等一下我们 要深入谈谈几个他的重点 当然你刚才所谈到的说 除了民进党线内部 基本上算是团结 因为刚刚你看 大概所有中职会的委员都参加了 对对 13个县市首长一个都不缺席 全部排排座 全部站在后头开记者会 所以这一次大概 民进党内部问题不大 不大 最少不会到台面上面 至少不会到台面来 我觉得他的团结不是 他的不团结不是问题 他的团结是问题 那是 为什么呢 民进党团结的民进党 搞不好是这次小英 选举的一个大阻力 为什么这么讲 就是民进党必须要抛弃 过去自己长期的党的思路 这个思路呢 跟今天的民意是脱节的 所以呢 如果一个就是 他不能回到原来的民进党 所以团结的民进党 搞不好是一个拉着 蔡英文 让蔡英文不能够超越的一个力量 所以反而如果今天的民进党 有更多的多元的声音 搞不好还是一件好事 所以他将来要提出一些论述 不管从两岸 不管从结盟其他的势力 其实你刚刚讲除了第三势力 你单单光讲亲民党这个势力好了 你就台联我不算 因为台联基本上应该也是朝向这个方向走的 其他的就像柯P处理这一块 他他处理的非常小心的 他巴不得各种方面都能够得到一些支持 所以这方面小英还有很相当的事情要做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谈 欢迎回到中榜新闻 我们蔡英文这个记者会完了以后 有非常多主张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谈 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要谈其他的事例 大家最好奇的 比如说像宋楚瑜 像柯文哲 柯文哲 这个昨天很有趣 你看 各位看一下 他送了一个 一副对联式的一个祝福 中堂 他说什么呢 拨平浪静航行千里 峰回路转开展新局 这一个这一个中堂啊 这个一送到民进党啊 结果那个记者会还没开始 我听那个回传来的消息啊 所有的记者都不理 蔡英文就开始拍这个 是因为各位都知道嘛 柯文哲现在是所有政治活动的焦点 那柯文哲表不表态 知不支持 蔡英文就变得一个很重要 所以柯文哲每次都讲 我们这里是非战区 我保持中立 可是事实上 蔡英文在未来 能不能得到其他更多的啊 这个力量的支持 这一点我不晓得什么看法没有 我想第三势力至少我们这个这些 这因为立委选举和总统选举是在一起的嘛 那么这个第三势力首先就面临一个 我们要去抢这个政党票第二票的时候 肯定就面临一个要如何跟民进党的总统 这个候选人 那国民党这部分比较简单 因为这次的第三势 除了那个 大概基本上没有人跟国民党混在一起 除了什么民国党啊 这些之外的 民国党都确定不会 那连那个就新党啦 对对对 其他大概没有人跟国民党在一起 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第三势力 大家的概念理解的 这个社会所理解应该就是 从318之后 318之后所出现的非国民党 同时也是非民进党的这个力量 那这个才叫第三势力嘛 那这个第三势力 到底会不会是第三势力 还是只是第二点五势力 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 那么而我认为第三势力呢 到目前为止 政治的这部分 并不成熟 无论是政党 无论是这个 这个时代力量 无论是社民党 这些政治运作方面 并不成熟 但是不是重点 作为一个新的年轻的党 它政治本来就不可能太成熟 有理想性更重要 但是呢 为什么说不重要呢 因为选民已经决定了 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已经决定 反正我立委选举的这一票 我是会给第三势力的 反正我是要把票投给非两党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但是第三势力没有这个总统 如果没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我们就面临一个要跟蔡英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那至少在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我在台中如果要参选的话 我恐怕是要抱持着是一种 对两党都抱持着一定的批判和观察 那对蔡英文当然是祝福更多 但是我们一定要更多的指出他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个我们这种势力能不能变成 到最后总统选举的时候支持蔡英文的力量 我觉得 还要观察一下 你看 蔡英文把他的战略目标打得很简单 你看这个昨天讲的这一段话 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的 他说 你现在怎么形容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在过去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答案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领导已经成为国家最大的问题了 它已经影响到我们人民生活的重大政策 政府把人民党在门外自己关起来做决策 白话文讲了 这个他认为现在国家真正的问题就是国民党 马英九 然后现在他出来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绝对不会崇高 马英九无能的负责等等等等了 总而言之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呢他希望所有的力量结合起来 我们先看一段 柯文哲怎么回答 人家回答说这一段的这个问题 今天是民进党提名 那么未来 如果国民党也一定会提名总统候选人 那么市长你会不会比照办理 也同样送一个祝贺的匾额 我跟朱立伦认好了 你跟朱立伦很好 所以你认为是朱立伦会代表国民党来参选 总统候选人吗 是不是 我试验了 你试验了 柯平显然现在还是想办法平衡中了 可是他内心的倾向应该其实蛮清楚 我很难想象 除了朱立伦以外 因为他跟朱立伦还有一点私交嘛 大学的时候开始 那大概他基本上如果其他人他其实 会对谁比较友善应该非常清楚了 那你怎么观察这个未来这一段鲜血 我觉得当然啦 柯文哲如果最好的状态就是他维持在尽量不表态 我也认为他应该会守住这一块 但是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中立 表态跟中立是两件不同的层次上的问题 我想倾向的部分 我要老师讲得很清楚嘛 那蔡英文其实这一纲你刚所念的他的那个论述 其实你在回想到去年选举的时候 这个论述基本上跟柯文哲是很相近的 也就是说认为说现在这些有能力的决策者 包括我们现在前面所提到那些案子里面 也都是几个人关起门来说密会协商 自己达成共识就算了 他也不去考量做多数人的利益 也不去考量就是我做了这个选择之后 我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他都不管 那所以回来的问题就是说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蔡英文他有没有走出以前的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强调嘛 我不是马英九 我不是陈水扁 那我就是蔡英文 我让大家看我自己 可是问题是蔡英文是带着整个的民进党 民进党在执政那八年的尤其是后期的时候 对不起民进党一样是小权权决策 这个人今天干部长 明天那个人干干什么 后天这个人又回来干嘛 我们看到他就在那里轮 蔡英文现在在这一段时间带领的民进党 没有错在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其实九合一选举是不是真的一个叫做公民力量的展现 我比较保留的态度 为什么 因为大家到最后只是选择说我不给国民党 我把票给了民进党 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了你知道吗 可是立委选举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层次的高度出现 就是说我有更多的选择 比如说开心兄如果出来 大家有一个选择是我真的可以在蓝跟绿之外 我可以跳脱出来 虽然即便很对不起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你还是要回到基本盘 但最少我有一个机会是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用我的选票去投 那我觉得这个会比九合一那个时候更直接 也就是说九合一的时候 你看到他只是在国民党跟民进党直接里面 我选择不给了国民党 我给了民进党 可是立委选举 对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验证 它也会成为我们未来在观察政治上面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 究竟我们的民众是不是也成熟到 就我真的能够用自主意识 而不再就是说我只在这蓝绿里面走 这一方面好 等一下我们恐怕要深谈其中几个敏感的议题 蔡英文花昨天很长一段篇幅 在谈我们现在台湾的经济问题是分配不均 他们的财政问题是遇到财政窘迫 我们早就不是什么台湾前烟角木了 早就不是我们已经是负债快到脖子了 那现在可是其中大家还是比较在意的 是两岸政策 基本上它这个两岸政策 各方看法有的人认为还不错 有的人认为还是没讲清楚等等等等的 我们是不是等一下我们深入 我们找这一部分来谈一谈 就是说他还是要用牛肉 他还是要用主张 他还是要用有一个论述 有个论述来吸引人才能够谈到其他各方面对他的态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们来深入谈 这几个具体的主张 蔡英文所有的论述 经济社会财政时安 其实你会发觉社会反应的都都都没有那么激烈 大家都focus在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两岸上 我们先看他的影片你就会发觉到 其实大家都有一些想法 就蔡英文的主张决定了他这一次 到底选举会不会像上次一样遇到一些障碍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更多的 私自性的牛肉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过去九二共事提供的模糊空间 政治评论家说蔡英文找到了 内部的杂音一定会有 那我觉得至少在民进党的决策基层 以及主流意见上面 已经决定要往这个方向走 我认为他在这一次 两岸政策的选举的准备程度上面 要比过去来的更为充足 我其实不认为党内还有其他人 可以帮他再加分 开心啊 两岸政策你恐怕不可能不注意 那当然那当然 你看啊这很简单 一句话讲完 他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 维持两岸现状 这六个字大家背起来 因为他我相信在未来十个月啊 他会反复的讲 很简单 两岸处理的原 基本原则就是维持两岸现状 至于说是不是九二共事现状 是不是和平稳定 美国中国台湾的三角现状 总而言之 然后他再加一句 说这个要维持这个原则 有个重要的程序原则 这叫做实体原则 程序原则就是不论哪个党执政 两岸关系都要有人民的意志 为一个要回应 不管三中一清也好 要有一个民意的这个民主基础 你怎么看他这段论述啊 我想维持两岸现状解说可以被解读成为就是我不会去闹事了 我不会做troublemaker 我不会做troublemaker 这句话呢是讲给 其实不是讲给台湾老百姓听的 是讲给美国这个帮北京为市的一个在这个事情上 而且美国帮北京为市啊 他得施压力给我们 解决中国对我们的问题 对呃你想这个现状 美国有对现状status quo这个这个这个名词 国务院有很清楚的解释 可那个解释在我我是 我马上五月份在美国有一个很 呃一个一个文章会出来是在蔡英文去之前 就要专门讨论 嗯国务院对于status quo这个对于现状的一个 对过时许久的定义 对蔡英文说他要以人民的意志为一规 我们来谈谈谈论一下今天台湾人民对于两岸关系的意义 这个意志是什么首先的确当然是要和平了 第二呢最好不要有争端 哎呃这两个算是差不多 对第三个更重要 这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 白今天百分之九十以上 甚至可能有人说可能更高的输入的人认为 两岸是两个国家 就说基本上我们一定要坚持我们主体的地位 对我们主权独立的地位 对然后这个概念就是说 这个概念和九二共识是完全对立的 那总而言之中国不能够干涉或限制 但是我们这个主张 如果真到以人民的意志为一规的话 这个这个意志你蔡英文是否要面对 简单的讲 嗯上一次选举完了以后 媒体或娱乐或者甚至于学术演 学术研讨会都有人这样提 说蔡英文是毁在九二共识上 因为她不愿意对九二共识表态 那可是如果按照开西纲的讲法 九二共识这次是她是蔡英文的包袱 还是国民党的包袱 蔡英文的包袱 这恐怕不见得 因为九二共识大家如果你认为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都想要不想要九二共识了 对对对 可是国民党和九二共识 台湾人对国民党基本上是绝望的心情 所以呢 但对民进党是失望 绝望和失望哪一个更严重 失望更严重 为什么呢 绝望没有情绪 失望是有情绪的 失望是有希望的 那绝望是连希望都没有 所以的话哪一个更严重 是失望更严重 这话我已经慢慢听不懂了 真的吗 说失望比绝望 绝望的意思是准备跳楼了 绝望是 但因为绝望呢 也就没有不会有情感的投射 我们知道每次投票一定情感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对民进党有所期待有所希望 可是你刚刚讲了九二共识 如果是对是台湾人民不要的东西 是 这应该是我们的共识 九二共识不是台湾人民要的 至少过半数 甚至于七八成以上 选择更多 都不要了 都不要九二共识 那蔡英文不要 那大家票就会给他 国民党还要 蔡英文票就不会给 这样讲我同意 对但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蔡英文能不能够绕开九二共识 能不能够做到 你刚才所讲的这样子来拿 他上次选举就这样讲了 他不接受九二共识 但今天他讲的维持两岸现状 这句话是让我觉得是 他不愿意碰九二共识 所以很多人说 你觉得他还 比上次稍微软了一点 对 他还要比上次更硬一点 是的 我很多人担心说 这个 你蔡英文上来选举的时候 两人处理两岸关系 是不是会走向更台独 我个人的担心是 他走向放弃台独 他那个台独 不要不是台湾独立的 那个那个 台湾共和国的那个台独 那这一点开心 我觉得是两岸主体性 我想中间选民恐怕 也希望稳定 就说因为中国也讲过了 你如果乱动 你如果乱改什么东西 我们的基础会什么 地动山摇 地动山摇 什么这些概念都来 所以台湾人民也不希望 才以为太硬太凶 回到陈水扁 那没有要到回到陈水扁 绝对不能要回到陈水扁 但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课题 就是面对九二共识 这个课题如果你都不敢去应答 你要用回避的这个方法的话 那你就是比过去走的更软 那你就是在从某种意义上 他当然他的角度 当然还是想吸引那些 律以外的 还没有那么 觉得说九共识 你就当做那个 有帽子没内容的东西 骗一骗就过去了 这个这一点 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样的 你讲内部有一个叫 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东西 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 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在这个原则之下 是不是九二共识 不是民进党人 愿意去碰触的 我们明明讲的是这件事 再包括民进党内 深绿的 不要讲深绿 就是说民进党内很多人 其实也都讲说 我有一个决议文 我何必在这个里面打转 我如果民进党 要回去拥抱 我的旧的基本盘 我说旧基本盘 就是深绿的 那个深毒的那一块 他拿不到中间的选民 蔡英文不会 没有办法走出去 他绝对不会再去喊什么 所谓的那一个 所谓法理台独的 那个所谓 他不会 对不起 我想我们误会了 我的意思了 318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民意 318很多好像跟福茂有关 其实福茂不是重点 是对于马英九的两岸政策不信任 那你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是为什么 就不能够说只是福茂这个事情的对于做 福茂不是重点 是你能否处理好两岸关系 这个是挑战 可是对马英九你看看 我认为他的反弹 是因为马英九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原则 是的 他就贴上去了 是的 他贴上去之后呢 可是蔡英文并不想 虽然他要脱开来 这点大概没有人会怀疑他 我怀疑 因为什么呢 他要想维持两岸现状 他如果不愿意碰 这是两岸 你不要 他如果不愿意碰九二共识这个话题 因为他还会往下讲 什么叫维持两岸现状 因为那个现状他把它定义成 后来还又讲两句话 一个叫和平现状 一个叫稳定现状 这两个都不愿意碰九二共识 不不不不 他要逐一来检讨过去贴的太近的那些内容跟东西 所以这一点他其实是往中间靠了 他只是不想往左边 再把它搭上旗鼓的 12年的时候 蔡英文提出了一个叫和而求同和而不同的那个论述 即便他当时在那个氛围之下 他有强调说他有递出一个叫橄榄枝的东西 只是大家后来因为在这个统独的议题上面把它模糊掉 这个是蔡英文公开讲过的 可是你说两岸的这一块 包含到九二共识 以前或许对国民党来讲 那是他必须抱着的一个神主牌 可是到今年的选举里面 我认为国民党也会想办法再去淡化九二共识的这件事情 连他都不会讲 对 因为他今天去碰触他的时候 对于现在整个国内的氛围来讲 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但是我觉得蔡英文他必须要把后面的那个所谓的 维持两岸现状的这个现状 再往下 他要厘清 他要厘清 他必须要有他很清楚的论述 告诉大家讲说 那我的想法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几年国民党其实一直把经济问题 跟两岸绑在一起 所以他绝对不能让外界有个误言 对 说他这个话是软性的九二共识 那就完了 因为他就跟国民党没区隔了 是的 这一点是我认为应该还不至于啊 因为我 我先不要讲了 民进党里面就有一半的人不会饶他这一点吧 那不要讲中间选民了 可是大家很担心的 其实更多的人担心什么 更多人担心就是说 因为他被独派的也好民进党相当大一块的人绑住了 嗯 然后呢不管修宪问题也好 嗯 或者是将来谈到任何的有关两岸关系 他太冲 希望他不要太这个太太造成浮动 嗯 因为现在唯一在意九二共识叫共产党 共产党究竟是我们现在台湾任何选举的那个地 sir part 嗯 那这一点未来会怎么样这个这个因素会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这个选举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之间共产党会参与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民进党已经是磨刀祸祸祸 啊所有的粮草所有的战备都准备好了 一字排开 昨天你看那个出来的阵仗 嗯 啊那个气势也算有 嗯 可是国民党呢 昨天两个人偷偷摸摸的 哎不能讲偷偷摸 嘛 静悄悄的啊 当然记者是还是很兴奋的啊 都围在门口 因为从民进党中央党部那边过来的一票人啊 他很简单 这一群人呢就是李四川 加上文传会啊 贴了一个公告出来啊 说民进党总统候选出来 可是也别忘记我国民党 国民党也准备要办理 党内初选 15号张贴这个登记 希望党内现在可以明后天开始来领表了 所有要来登记的人 第一个要有党籍 这都是废话 要任小组长以上的资历 而且要去联署一万五千个党员 然后呢根据民调 也就是七成民调 三成党员的投票 嗯 换句话说先联署 嗯 再初选 初选是三七分 嗯 然后呢六月中旬就出炉 这么一折腾啊 那个民进党都已经打了三个月仗了 这个敌 我用国民党的立场来讲 敌掌我销的趋势 非常明显 两位怎么看这个这一次的大选 这种 这种 国民党是不是已经放弃2016的 基本上有这种感觉 这不能 绝对不能 我绝对是他没有 他放弃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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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放弃赢 哈哈哈 放弃赢的意思是说不要在这一次 或者是没有打选仗的过程中间伤害我国民党太多 对 然后主要的 不要我这一次哈全部的部队下去 被歼灭以后我原济 四年以后恢复不了 这是战略目标嘛 可能是 也就是说我就算输 我也要像蔡英文一样的 说我喘口气我下回合还能再起来 所以朱立伦也好等等等等 你所谓放弃赢的战略 就让他还有机会下回合再上来 不是不是如果他真的抱持放弃赢 我跟你讲国民党就废了 废了 你等于是从九合一之后你用一年的时间 你都还没有办法 你都没有把握说民众愿意在投票的时候 把这票投回给你 所以他造成的是国民党他在九合一 不是不小心输掉 是你崩盘 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抱定就是我 我用放弃的角度 我只是走一个程序说 不行我是一个国内很大的一个政党 我不能说人家有总统候选人 我不行我就硬推一个出来 那我觉得民众现在最少 大家在这个上面的逻辑是比较清楚的 大家也会看得出来你国民党现在这个游戏规则是 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吗 我想这个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 为什么朱立伦你一开始 你当一个党主席到现在为止 你真的有心去拉抬国民党 或者是你让国民党的党员 先讲党员啊 党员愿不愿回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那个氛围 是党员愿回去啊 这一次跟那个国民党上次 失掉政权两次完全不一样 2000年那次出去输掉以后啊 国民党为什么没散掉 因为很快的才一年时间 那个那个连战跟宋楚瑜啊 又又又嘀嘀咕咕了 大家会发觉哇 那上次输就是你们自家打仗了 自家打架输掉的 所以只要合我们四年以后就回来 所有的部队人马也都集结起来 所以那个心态是没输 一年就没输 2004还差一点点 2004呢更有意思 2004输掉以后 本来合在一起都输 应该士气打垮了 不 马英九很快的 又把所有的那些部队就集结起来 把那些老子干 然后他一看 马英九有机会 四年以后他又赢回来 所以上次的两次虽然经历八年 两回合都有个回来的那个因素 对 这一次如果照你讲的 就放弃赢了 我看是这样了 我看这个 唐兄刚刚讲的这个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想象 国民党是一个一个一个人 有个头脑 国民党思路 国民党是好几个人 好几个在台面上 有朱立伦有王金平 甚至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洪修柱 我们不要忽略他 因为洪修柱还是为了党在思考 他他基本上对自己赢的机会不大 但他的思路 他前面的很多动作 是为了党在思考 他是国民党 但其他人不是国民党 其他人是个人 是明星 是朱立伦是什么的 朱立伦是 在他自己的定位来讲的话 看起来应该是党主席 递党思考 不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未来 很有可能当上总统 但是是未来 或者是这一次 他自己是个明星 他思考 不会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 换句话说 朱立伦一个人 他是不准备赢的战略 其他所有的人都还想在这一回合 扮演一个角色 比如说王金平 我至少做一个总统 曾经做过的总统护军 对他一生政治的 这个据点也是一个好的 洪秀柱如果能够拼这一次 最后在立法院院长那个位置上将来 取得一个战略的高度 说我争取院长 我至少做过 争过党内的这个高位的位置 那更不要讲吴敦义 全国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也没放弃过 所以每一个人大概都还 只有只是朱立伦 说他还在想未来的人 就是2020 2024的人 他可能他的想法跟现在只想 2016的人究竟不太一样 不过 国民党还是一个有传统的政党 所以有传统 所以现在对2016有期待的 是目前现在 他在台面上有位置的这些人 他当然会希望你朱立伦 站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 即便说好 大家认为你是 这个国民党很有希望的人 但问题是 国民党内这些大佬 有没有把你朱立伦 视为你是有希望的人 我觉得那是朱立伦 他现在遇到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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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